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亦林 每年12月 土耳其康亚举办梅夫拉维节 今年13世纪 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主义者卢米归真 卢米开创以旋转舞的方式修行将舞蹈结合赞颂礼拜真主仪式 并由后代创设的梅夫拉维教团传承思想延续至今 而这个以旋转舞灵修的方式 在2008年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 头戴高帽 白袍荡漾出一圈圈圆盘 土耳其苏菲修行者望我绕着轴心旋转 苏木优雅 这种旋转舞2008年正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苏菲修行者修炼靠近阿拉的重要方式 麦梅特是家族第三代苏菲行者 29岁的他已经旋转灵修15年 他表示学好旋转舞最短仅需要半年 但只是身体形式 想了解当中哲学奥义 他也只能算是个学生 13世纪伊斯兰教苏菲派圣者卢米 在土耳其康亚开创神秘主义教团 透过旋转舞蹈结合赞颂礼拜真主的修行仪式文明 卢米逝世后子孙后代汇集他的思想 创圣梅夫拉维教团 现今的梅夫拉维基金会 已是传承卢米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机构之一 每年12月旋转舞发源地康亚都会举办围棋十一天的梅夫拉维杰 纪念卢米归真 今年是卢米逝世第746年 许多信众涌入康亚 参观卢米陵墓所在的梅夫拉维博物馆并前程祷告 康亚人口约220万 而梅夫拉维博物馆每年却能吸引约350万观光客 说卢米是康亚和土耳其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一点也不为过 从爱出发的卢米思想 仿佛八百年前就给今日市值指引方向 而旋转舞的概念 犹如宇宙万物都在旋转 人只是万物的一份子 深深不息也像是旋转不停 庄社界何鸿如康亚报道 中日韩领导人峰会24号在四川成都召开 中国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及南韩总统文在云一同出席 联合记者会上三方聚焦朝鲜半岛情势 重申实现半岛无核化 与东北亚持久和平 是中日韩三国的共同目标 而峰会的另一大重点 经济合作议题三国领导人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取了共识 将积极推动2020年签署协议 并加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 三方领导人也在会后签署未来十年三国合作愿景 包括针对发展自由贸易 经济一体化及加深产业合作等 另外在日韩双兵会谈上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求南韩总统文在寅采取行动 解决两国激烈争端 由于去年南韩最高法院判决日本企业 需为日战期间强制征用劳工进行赔偿 日本以限制高科技材料到南韩做反击 使得两国关系陷入紧绷 日韩双方尽管存在棘手问题 但两国领袖透过对话交换意见 期盼改善生病关系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耶诞脚步接近 在美国耶诞假期是家人团聚 互道祝福的重要时刻 犹如台湾的春节新年 为了让弱势家庭也能温馨过节 民间非营利组织 特别在耶诞前夕合作举办物资发放 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家庭 能够接受影响的食物箱 玩具和资料 带给他们的孩子 我们服务12个城市 我们有超过1000个家庭 我们有400个团队 从社会帮助我们一起 活动现场的入口摆设椰蛋装饰 欢迎前来的低收入家庭拍张全家福留念 之后在义工协助下 随着动线 领取蛋糕 餐盒 玩具文具和衣服等物资 最后一站 每个家庭会得到一包黑色带子 包起来的神秘礼物 让孩子享有耶诞节拆礼物的惊喜 这些小孩子其实就需要我们的关怀 家里有时候没有办法给到他们 这种满足的一个开心的圣诞节 所以我们就说在这一方面 我们希望说让我们志工来抱着之后 去关怀我们社区 然后来跟他们一起过这个圣诞节 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 看到很多家庭都很开心 就是他们就会跟我讲谢谢 都对我的心就很有感动 这场活动聚集了数百名义工 帮助近500户低收入家庭准备过节 回车上堆满了耶诞祝福 希望每个人回家都能欢度佳节 中央社稷的林洪瀚洛 洛杉矶报导 波邦U18明日之星大赛 为国内顶尖轻棒选手打造直棒规格的舞台 季节线阶段 台湾高中生在顶尖棒球员共42人参赛 年轻好手轮番上场表现 来自平正高中的黄永传 担任白队先发游击手打第一棒六打数 挥出五支安打表现最强眼 才高一的他一举暴走 结出新秀奖接了万大奖 连他自己都很惊讶 今天就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副榜 现在然后 然后我讲我也很开心 就是我也自己很 就是压抑说 我怎么突然进去打得好 我自己吓到 我在母队没有打得好 我自己吓到就 感觉来 然后就越打越胜 同样也是来自平正高中的宋承睿 则在蓝队扛先发第四棒 挥出一支二雷打 还在第八局登板 后援1.2局送出四次三阵 没有十分 投打艰巨的好表现 拿下霸气十字架 我每次在练习都会提醒我 要怎么去做准备 然后该怎么把每颗球丢好 觉得 我还要这个进步吧 今年富邦汉将的高国会 吉林哲轩分别担任 蓝白队总教练 20岁旅美红袜队好手刘志荣 这次也被邀请加入 富邦U18教练团 在教练团里年纪最小的他笑称 以为自己是来打球的 而退一球星郭宏志受邀担任 全雷打大赛大魔王 相隔一年多在拾起球棒 敲出两支右外野方向的全雷打 他自评表现满意外 也称赞现在高中生素质比过去好很多 未来值得期待 中生计者张欣伟新电视报导 2004年12月26号 规模9.1的强震引发南亚大海啸 造成印尼斯里兰卡泰国等南亚地区 超过23万人丧命 如今15年过去了 还有不少罹难者身份无法确认 泰国警方从货柜里搬出一箱箱 装着皮夹文件电子用品等 上面还贴有证物标签 警方表示希望这些政务有一天可以找到他们的主人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亦林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